各位考生朋友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要来讲解的是第29章 民法基础知识 前面我们第28章啊 讲的是行政法基础知识 民法跟行政法呢 它很大的区别就是调整关系不一样 第29章是我们法律部分知识点最多的一章 那么也是呢 每一年法律部分涉及到的分值比重最大的一章 那么这一章啊 主要是有六节内容 第一节呢 仍然是讲民法概念及其基本原则 这里面我们尤其要关注的就是 在民法的基本原则当中 我们2018年的教材 做了调整 以前呢 也是六个原则 今年也是六个原则 那么今年的六个原则当中 特意加入了绿色原则 所以这一块我也用蓝色字体标出来了 各位考生朋友在学习的时候 把这个原则呢 要作为一个重点 那么涉及到民事法律关系 要素 我们说只要提到法律关系 你们马上就要想到主体 课题 内容 这都是它的要素 以及呢 相关的分类 那么第二节是民事主体 那么也是呢 我们第29章 比较重要的一节内容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民事主体的一些总类 我们有自然人 法人 非法人 组织等等 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呢 仍然是我们2018年教材有变动的部分 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和内容呢 做了一些调整 还有监护 以及监护人的职责 做了一些调整 那么在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这一块呢 条件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教材当中增加了一段 就是已经宣告失踪和死亡的这些人 一旦恢复 也就是说 他实际上本身呢 没有死亡 恢复以后的一些情况 教材中增加了这么一段话 也请大家呢 要关注这一块 以及法人 法人这一块关于法人的分类 教材当中也做了调整 合伙即合伙企业 这是我们第二节内容 那么第三节呢 涉及到民事法律行为 那么这一节内容 几乎我们18年教材 整个内容都做了一些修改 做了一些修改 那么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特征 尤其是关于无效民事行为 可撤销民事行为 和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 这样一些类型 那么教材当中呢 都有新的表述 都有新的表述 所以请大家务必呢 要注意 那么第四节 应该来说 是我们教材 就是第29章 没有进行修改的内容 那么包括什么叫代理 代理的法律特征 总类 以及呢 如果是无权代理 和滥用代理权的一些情况 和代理宗旨的各种原因 那么第五节 也是我们经常考到的一个重点 涉及到民事权利 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 那么民事权利呢 当然主要是包括我们的人身权 和我们的这个财产的权利 那么财产权里面又包括 物权和债权 人身权呢 又包括身份权和人格权 等等这些分类 那么民事义务 也有一些概念和分类 那么责任这一块 主要涉及到违约责任和 侵权责任 是我们民法里面经常涉及到的 那么最后第六节 就是诉讼时效了 诉讼时效 也是教材当中 做了较大幅度修改的 涉及到我们诉讼时效的概念 总类 我们总要包括呢 有普通诉讼时效和特殊的 那么普通诉讼时效 以前是两年 现在呢修改为三年 修改为三年 涉及到诉讼时效的中止 中断和延长 延长是人民法院 可以延长的 这样一种权利 但中止跟中断 有不同的情况 中止就按了一个post 而中断呢 就按了一个stop键 就一个是暂停 一个呢是完全的停止 这样一些区别 那么我们注意到 为什么 第二十九章的内容 在今年教材会有这么大幅度的修改 还是我在第二十七章曾经提到的 因为我们国家2017年 民法总则的出台 那么民法总则呢 它是基于我们以前执行的民法通则 和我们相关的民事法律关系 社会当中涉及到民法的各种 行为的一个基本大法 就民法部门法的基本大法 所以这一家内容修改的还是比较多的 请大家呢 务必要注意 那么到底哪一些具体的修改内容 我们在这一战当中会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那么考试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分值啊 是比较重的 16年很奇怪 只有5分 那么15年是6分 其实14年这一战分值也很重 那么17年呢 一下就高达11分 那么11分可能多了 正常情况下 7、8分呢 都是很正常的一个分值 具体我们来看相应的知识点 首先 第一节 民法概念 提起它的一些基本原则 那么民法 它到底调整什么关系 我们前面讲的行政法的时候 我们调整的是行政关系 而民法呢 它当然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 法人与法人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生关系 所以民法它调整的是这两层关系 但是调整的主体是自然人 法人与法人组织之间 这是它的定义 那么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 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生关系 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财产关系和人生关系啊 它一定是一种民事财产和民事人生 而不涉及到我们的行事或行政 那么废平等主体之间的这种财产和人生关系呢 那当然不是民法所要调整的内容 那有可能是行政法 也有可能是经济法 涉及到就是其他的 好我们看这一题 17年才考的 下列社会关系中属于民法调整的对象 那我们就注意到了 民法调整的对象 是不是就是民事人生关系和民事财产关系 对不对 那么这里面很明显 租赁关系是民事财产关系 婚姻关系是民事人生关系 买卖关系是民事财产关系 所以答案呢是ABD 对于C跟E是典型的非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 税收嘛 那是国家纳税人跟就是征收的税收 征税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 它不是平等主体的 私生关系呢也不能算是平等主体 所以这一题答案呢是ABD 我们再来看一下民法的基本原则 民法基本原则呢 刚才我们就说了 其中需要重点掌握的就是绿色原则 这是今年新增加的一个原则 前面平等原则 自愿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 公平原则 这都是很好理解的原则 那么尤其注意的诚实信用原则 被学术界认为呢 它是D弯条款 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干任何事情 实际上都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 这个是不太好理解 但实际上从字面意思上呢 也容易理解 公共秩序 良好的风俗习惯 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从事各种民事活动的时候 都要遵循公共秩序和良好的风俗习惯 要有这么一个原则 而绿色原则呢 待会我们会重点讲 好 我们来看这一题 这题其实是对我们刚才六个原则当中 称之为D弯原则的 那当然是诚实信用原则 它是被称为D弯条款 任何事情都要基于这样一个原则 前提之下 好了 我们再来看什么叫公序良俗原则呢 刚才我们从字面意思上做了一下解释 公共秩序和良好的风俗习惯 它官方的定义是指 民事主体从事 民事活动的内容和目的 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的风俗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讲公序良俗 公共秩序 善良风俗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指着人你不能违反这一条 那么该原则具有维护社会一般利益 及一般道德观念的这样的作用功能 维护一般社会一般利益和一般道德观念的 这种作用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绿色原则了 这个呢 当然是需要大家做重点 来记忆的 绿色原则 它的定义 集齐 既然要把它放到 我们民法里面去 作为一个基本原则 有什么作用 首先我们看 绿色原则呢 它是指民事主体 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有利于 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有利于 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这是关键词 而也是我们绿色的概念 是吧 那么这一原则呢 它贯彻了宪法 关于保护环境的要求 同时呢 也是落实党中央 关于建设生态文明 实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要求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 从18大17大科学发展观开始 就一直提到建设生态文明 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些理念 那么19大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呢 同时也提及到绿色创新 这样一些概念 那么将绿色原则确定为基本原则 既传承了天地人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我国优先传统文化理念 那么也有我国人口大国需要长期 处理好人与资源生态的矛盾 这样一个国企呢 是相适应的 我们国家呀 现在随着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那么对于环境的要求呢 也是越来越高 我们不能由于生活水平上去了 而使得没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那一切都归为离 所以呢 要处理好人与资源生态之间的矛盾 要传承天地人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么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 必须呢 要有这种绿色原则 但绿色原则的根本的核心 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 有利于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在我们从事各种民事活动 过程当中 都要记住这样一个原则 那么确定绿色原则 为民法基本原则呢 它的作用 其实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个呢 就要求国家在进行立法的时候 就要考虑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 所以这就是立法的时候 需要考虑 也就意味着有这个原则 国家在 民法部门的相关立法的时候 就已经考虑到这一块了 那么第二个呢 当然是在 人们从事民事活动的时候 从事民事活动的时候 本着有利于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 来从事民事活动 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第三个作用呢 是在法院 审判民事案件的时候 有的民事案件 不好判 处罚力度 可轻可重 那你适当的就要根据 是否违背了绿色原则 如果这种民事活动 违背绿色原则 那处罚就要加重了 就要加重 所以司法机关 在审判民事案件的时候 适用民事法律规定时 要加强对 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的民事法律行为呢 进行保护 就这样一 三个作用 记忆一定要注意 它可以在立法的时候 促使它 这一块要考虑 还有呢 在人们从事民事活动的时候 要考虑节约资源 那么同时 在人民法院进行审判 民事案件的时候 考虑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起到这三个方便的作用 我们来做这道题目 下列有关绿色原则的说法 正确的是 多选 A 绿色原则是指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 应当有利于 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这答案是对的 B呢 绿色原则被称为 D1条款 错了吧 诚实守信原则 才是D1条款 C 绿色原则是落实党中央 关于建设生态文明 实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要求 诶 这也是对的 D 绿色原则是我国 加强经济建设的要求 这个没有吧 啊 没有加强经济建设 的这一块的要求 那么 E呢 是对的 是我们国家 在处理 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 以及 人与资源生态环境 之间的矛盾 的 啊 一个 相适应的原则 所以这一题答案是 A C E 再看一题 下来不属于 绿色原则作用的 我们刚才讲 绿色原则的作用呢 是三个方面 立法时 促进立法 人们的这种 从事民事活动的时候 要考虑 还有就是 人民法院 在进行审判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 要你选的是 不属于 啊 不属于 很明显 A呢 是从立法的时候 考虑的 B呢 是 这个 从事民事活动的时候 考虑的 C呢 是进行审判的时候 考虑的 只有D呢 不是 啊 D不是 他说 在从事民事活动的时候 不得违反 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 这是什么 哎 这是我们的 公序良俗原则 而不是绿色原则 所以答案选 D 第四个 好 我们再来看 民事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 它是民法规范调整的 社会关系 那么民事法律关系呢 由主体内容课题 三个要素组成 这个我们在前面讲 行政法 的法律关系的时候 就说了 任何法律关系 实际上都是主体 课题 内容 三个组成 民事 法律关系的主体 它是私主体 也就是我们 讲的 平等主体 的这种 自然人 法人 和非法人组织 那么课题呢 是主体享有的 民事权利 和承担 民事义务 所指向的 这种物体 比如说双方的这种借贷行为 你的那个钱 包括借贷的合同 就是我们所讲的课题 它包括呢 物 行为 智力成果 还有包括 人身利益 比如说你 不小心 侵犯到他的这个身体了 比如说 一不小心碰到他 把他从某个台子上摔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 实际上你碰到的 就是他的人身利益了 身体 那么我们这里 还有一个知识点 就是关于 民事法律事实 我们要有民事 这个法律关系呢 我们就必须要有 相应的这种课题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事实 那么这个民事法律事实呢 它是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 发生变更或消灭的客观事实 那么它其实又包括事件和行为 事件呢 它其实指的是一种 不包含人的意志的法律事实 不包含人的意志 也就是说 它跟人们的主观意识 没有关系 比如说 人的死亡 那很明显 人要死了 并不是说 由你来决定 我不想死 然后就不死 还有 自然灾害 意外事故 时间的经过 这些呢 全都是我们所讲的 一个事实 事实 就是说事件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事件 它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么行为呢 是受到人的意志支配的 你做出这种行为 比如说你借贷 给别人借钱 这是受到你的意志 的这种行为 我们来看这一题 民事法律事实 分成事件和行为 下列属于行为的事 那你就看 哪一种事情 其实是受你主观意志的 约束的 那当然是 D结婚姻 那我们的ABC呢 都是不受你主观意志控制的 但是D你是可以的 你可以选择结婚 或不结婚 你可以选择跟这个人结婚 也可以选择跟那个人结婚 当然你不能选择跟这个人结了婚 再跟那个人再同事结婚 这个是不可以的 只能跟一个人结婚 好 我们进入第二节 民事主体 民事主体这一块啊 知识点是比较多的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民事权力能力 什么叫民事权力能力 注意我们这里所指的权力 是这个力 它是指啊 民事法律 赋予自然人享有民事权力 民事义务的这种资格 所以民事权力能力 其实指的是一种资格 一种资格 你在这个社会当中 你要开展各种民事行为 首先呢 你得要有这种资格 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 民事权力能力 民事权力能力的内容和范围 都是由法律来加以规定 那么他呢 自然人的公民的民事权力呢 是自出生开始死于 终于死亡 就一个人 你从出生开始 就有民事权力能力 然后呢 到死亡 就善失 善失 这是公民 那么自然人出生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 那么什么时间定为你的出生时间 什么 以什么标志定为你的死亡时间呢 这个 可能很多人 很诧异 说这个东西 还要找依据吗 非常重要 有的人 你是什么时间退休 可能会产生争议 由于过去的许多记载 他比较随意 所以呢 有的人的这个身份证上面的出生日期 跟户口上面 单案上面出生日期 他都对不上 那么对不上 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 那就是计算功零不好计算 什么时间退休 不好计算 社保交到什么时间 也不好办 因此呢 我们后国家后来就把出生这个时间做了一些规定 还有死亡也是一样 那么到底什么时间 哪一天定为死亡 它涉及到财产的继承问题 还有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是吧 那么出生人的 自然人出生时间 注意这一段啊 这一段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教材啊 新增加的 关于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呢 它是要以出生证明 死亡证明 记载时间为准 这个家里有小孩子都知道 从医院出生那一刻开始 一般出生一个月以内 通常45天 那么就要在医院呢 就开始要打这个出生证明 这个出生证明是伴随着这小孩 将来上学啊 还有办其他证件啊 都要使用的 所以这一点呢 很重要的 那么如果没有出生证明的 是吧 有的小孩他可能 就在一些乡村医院 然后或者是他自己没有及时去办理的 或者是死亡证明的 以户籍登记 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 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 那么如果有其他证据 足以推翻以上记载的时间的 那么就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 但是你得要把证据呢 把它留好 我们来看这一题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 开始已结束的时间 当然是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 答案选B 第二个 那么有关自然人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 说法错误的是 我们来看 A 出生时间以出生证明记载时间为准 死亡时间以死亡证明记载时间为准 那么没有出生证明和死亡证明的 他说以直系清除口述时间为准 对不对 那当然错了 所以我们要选的呢 就C 如果出生证明你没有 那你当然就是以户籍记载时间为准 那么有其他证据能够推翻以前的记载 你以新的证据呢 来为准 是可以的 所以这一题答案是选C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民事行为能力 有了民事权利能力 并不代表你就可以开展各种民事活动了 还要具备民事行为能力 民事行为能力是者法律确认的公民 通过自己的行为从事民事活动 参加民事法律关系 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这种能力 民事权利能力呢 其实它是一种资格 而民事权行为能力 它其实是一种能力 记住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那么这两者之间区别作为我们第三个知识点 写在这里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是一种资格 是一种资格 那么要想参加民事活动 还必须要具有行为能力 所以你有资格还不行 看你有没有这一块的能力 那么自然人只有具有权利能力 他才能有我们的行为能力 也就权利能力因为它是资格嘛 所以它是行为能力的前提 而具有行为能力呢 则是独立实现权利能力 内容的必要条件 所以你有了资格 你又没有行为能力 你还是不行 做不了这个民事行为活动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国家 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 的三类规定 这一块啊 18年教材跟17年教材 也是有变化的 也是由于民法总则上面的一些调整 那么一个呢 对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18周岁以上的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也有一些人呢 他是16到18周岁 但是他以自己的劳动收入 为主要生活来源 也就是他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了 那么我们把它视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第二种情况呢 就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注意了 不是十周岁了 是八周岁以上 能够进行与其年龄 智力相应民事活动的 或不能完全辨认 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看清楚 一个就是八周岁 第二个 看清楚这个词 叫做不能完全辨认 也就是说 他还能辨认一部分 所以呢 才把它称之为 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那么第三种情况 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一个就是年龄 八周岁以下 还有一个呢 叫做不能辨认 其实前面 加两个字 叫完全不能辨认 也可以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相应的这样一个界限 和词语 那么如果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呢 并不是说他什么民事活动都不可以做 如果是一种纯受益性的活动 他是可以做的 比如说 接受奖励 接受赠予 或者是继承财产 这些呢 都是合法的 我们来做题 赵某17岁啊 从继校毕业14年的题目啊 他以自己劳动收入 作为主要生活来源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16到18周岁 但是呢 他又靠自己收入 来生活 很明显 他是属于示威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答案选D 再看这一题 无民事行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可以从事的民事活动 当然是属于传授意性的活动 所以像接受捐赠 继承遗产 接受奖励 是可以的 但B和C 他是不可以做的 好 我们再接下来再来看监护 那么监护呢 他其实是针对于我们刚才讲的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和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所做出的一种行为 所以监护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进行保护的一种法律制度 未成年人 他的第一顺序监护人是父母 精神病人 法定第一监护人是他的配偶 是他的配偶 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的亲属关系啊 亲属关系 其实他是有顺序的 首先最亲的是配偶 我们只要懂法律的都知道 一旦两个人结婚 其实就是要生活一辈子的 那么一定程度上 在法律上面 把配偶认为是比子女 比父母更加亲密的人 所以配偶 他是作为第一监护人的 那么有同学讲 那怎么对于未成年人 怎么不优先是配偶呢 那既然是未成年人 他哪来的配偶呢 没有配偶 所以才会 由他父母来进行 所以配偶 永远都是 第一监护人 按照顺序来 然后接下来是父母子女 然后接下来就是 兄弟姐妹 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 诸如此类的一些顺序 那我们来看 监护人的监护职责 那么首先呢 是要保护被监护人 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这个是监护人的职责 第二呢 要担任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 第三 教育照顾被监护人 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监护人如果不履行监护职责 或侵害到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 要承担责任 要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 还应当要赔产 还应当要赔产 这点我们要注意 那么对于监护人 后面这一段文字 也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是我们教材当中新增加的内容 监护人应该按照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履行监护职责 监护人除了维护被监护人利益之外 不得处分 被监护人的财产 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一条 那么这一条呢 尤其对于一些 这个精神病患者 未成年人 由于他的这种监护人 有可能不是他最亲的人 那么他的财产呢 有可能会被转移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在做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 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 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注意啊 这一条 其实不单单是未成年人 对于成年人 也是一样 要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也就意味着 你做出的这些行为和决定 就是监护人做的这些行为和决定 一定要与被监护人 他的年龄智力相对应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被监护人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意愿 此时你必须要遵守 遵循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而执行 那么用以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 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 民事法律行为 那么对被监护人有能力 独立处理的事物 那么监护人呢 就不得干涉 是不得干涉的 我们来做题巩固 某单位啊 王某职工47岁 现在患了精神病 那么善失了民事行为能力 现在问他的第一监护人 记住 首先就是配偶 那我们看他配偶在不在 在 45岁 精神正常 于是呢 我们就是王某的妻子 如果 他 妻子不在 那么接着要来 就是他的父母 或者是子女 再看这一题 监护人的职责不包括 那当然是选 D 监护人 他是不可能代替 被监护人承担 刑事责任的 ABC呢 都是属于 监护人的职责 再看这一题 关于监护人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未成年人 法定第一顺序 监护人是其父母 这是对的 监护人除了维护 被监护人利益之外 不得处分 被监护人的财产 这也是对的 C 成年人 监护人履行 监护职责 应当最大限度的尊重 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这也是对的 D 监护人不履行 监护职责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这当然是对的 那么当然 ABCD都对 监护人就错了 那么一错在哪呢 他说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撤销 法定监护人资格 这就错了 人民法院 在有的情况 是可以撤销 这种监护人的资格 好了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关于公民宣告失踪 宣告死亡的相关规定 那么公民呢 如果下落不满两年 就可以 向人民法院 申请他为失踪人 这里的利害关系人 当然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顺序 首先是配偶 父母子女 兄弟姐妹 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 这样一些顺序 宣告失踪的法律后果呢 是为被宣告人 失踪人 建立财产 贷管制度 已经失踪了 那他的这些财产 都要有人去管 简白了就是 他后面有些事情 都要有人去做 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利害关系人 可以向人民法院 宣告他死亡 很明显 死亡比失踪呢 情节就更严重了 下落不明满四年的 发生意外事故 下落不明 从事故发生起满两年的 那如果是意外事故 那很明显 那就 失踪了两年 那么生存的机会呢 就很少了 所以这个时间 只给他缩短 如果是战争期间 下落不明的 一定要等 从战争结束之日起 开始计算 时间 才可以宣告其死亡 那么宣告 死亡当中的 利害关系人顺序 首先呢 是配偶 然后父母子女 再是兄弟姐妹 外公外婆 孙子女 等等等 最后呢 包括他的一些 债权债务人 都可以向人民法院 申请其失踪或死亡 那么被宣告死亡的人 如果重新出现的话 这种情况是有的 有的人失踪了四年五年以后 法院已经宣告他死亡了 最后呢 他突然之间冒出来了 对吧 当然这肯定不是这种 鬼啊 或者是其他的行为 但是有这种可能 他跟家里就不联系 等了六年八年以后 他才联系 啊 那么经本人或利害关系人 申请以后 人民法院应当撤销死亡宣告 那么撤销死亡宣告 肯定会有一些问题啊 对不对 比如说他以前的财产 甚至于他以前结了婚 他的妻子或丈夫 现在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些特殊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死亡宣告被撤销的婚姻关系 自撤销 死亡宣告知之旨 自行恢复 啊 就自行恢复的这种婚姻关系了 但是 如果他的配偶已经在婚 或者向婚姻登记机关 书面声明 不愿意恢复的 就出外 都已经宣告你死完了 你这么多年 不回家 也不呢 来联系我 作为配偶 那是你肯定难过 对不对 另外找一个人结婚 这也很正常 所以这个时候 你说你再回来了 再跟你复婚 那不存在 就不再愿意 那么被宣告死完的人 在宣告死完期间 子女被他人依法收眼的 在死完宣告被撤销后 不得以 未经本人同意为由 主张收眼关系无效 这个小孩还小 你跑掉了 或者是当然有客观原因 你不在 小孩得要有人照顾 对不对 所以这种收眼关系呢 你不能说我没同意 所以就不行 这个是不可以的 那么被撤销死完宣告的人 有权请求 依照继承法 取得财产的民事主体 返还财产 这个可以 你说把财产返回过来 但是如果不能返还的 你可以干什么 给予事单不差 好 我们来看这题目 王某离家出走 下落不明满 已经满四年 可以宣告 王某死完的人 那当然优先呢 是王某的配偶 答案是选B 再看这一题 下列有关宣告失踪和 宣告死亡说法 正确的是 A 宣告失踪的法律后果 是为被宣告失踪的人 记载死亡证明 这错了吧 那么宣告的后果 是为了能够建立财产保管制度 那么B呢 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 从事故发生之日 满四年 离海关系人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 怎么样 满两年就可以了 C 被宣告死亡的人 如果重新出现 经本人或离海关系人申请 人民法院应当撤销死亡宣告 我们要选的就是C 我们看D错在哪 他说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 无权请求 依照继承法取得其财产的 民事主体返还财产 这错了吧 是有这种权利 可以要求返还财产的 那么如果财产不好返还 怎么样 可以申请取得补偿 好了 那我们暂时呢 先讲讲到这里 休息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